先射的是主隊王虎大埔 剛才說巴西球員可能有板碟 第一個就看到了 伊高薩托利 球迷都是旺角場的特色 可以走過去龍門口那邊 哪邊射完馬就走過去那邊看 不太遠 伊高薩托利 哇! 不過拿到這麼密碟 射到上角 嘩! 去到網崗網頂 看我的表情多藍靜 射到這麼漂亮 告訴對方的龍門 你坐樓 我是射那邊的 你站過去吧 都真的未必能夠 又厲害 又衝網頂 又鐵柱 看不下去 這邊就找個有氣有力的後備投入 這個居江門就處理第一個十年 看看居江門 這個球 陳文暉 第一個球 被他搞定了 好厲害 好厲害 文暉 以前在王國球隊 有十年 都有些不錯的優力 給大家看看這個球 如何撿 抓到路 剛剛避充他的左手 陳文暉 先聲對人 撿了球 繼續 把繩球員 這次到尼馬 尼馬 踢球都挺頂的 看看 在這些壓力的環境之下 可不可以保持冷靜 都是一個上角的位 兩個班生球員 都寫得這麼漂亮 好像和伊高沙托尼 好像和伊高沙托尼 喂 你射過一邊 我也是射過一邊的 真的很接近 伊高沙托尼和伊高沙托尼 沒得談的 有時候你射到這樣的角度 充磅頂波 路門真的沒得談 有些球員 有些是 給一些知曉 給一些燈 手機燈 先撐一撐 羅精鶴 剛才走馬的時候 鞋底有些膠紙 是藍波斯 湯健 主場球員 給一些嚇一聲 總結羅精鶴 一拖 射回一球 2比1 對於黎明體育會的球員來說 可能都未必太習慣 要在撞嚇的情況下 面對球迷的嚇一聲 但是這個球迷都挺冷靜的 其實這些環境真的不多 特別我們都說這班 都在說很多是十幾二十歲出球的 現場球員 這麼多球迷面前 還要射十二馬 我相信很多都沒有承受過這麼大的壓力 好 看看艾華道 這個十二馬又處理得如何 二高薩托尼 尼馬 和現在處理十二馬的艾華道 都是來自巴西的球員 這一下子 看到對方的利彩樓 都能捉到路 幸好球員 還有一些角度 還會轉不住地上去 這個球員真的馬一馬汗 射一射球會會廢 這個球員很笨 告訴大家 他的感覺 好了 他的感覺 是個後衛球員射 連續流行的也是後衛球員射 連續流行的都是後衛球員射 連續流行的都是後衛球員射 有腳 捉倒了 不過差一點 再來一個空關 這球 這球很笨 這球真的好像早前艾華道一樣 有角度 亦都算是射到射到接近地球 相反是 陳文輝捉到路也好 變得比較難處 好了 就到哈里了 你看哈里 這個高大的中鋒 射十二馬的能力 到底可不可以協助和虎大埔 進入 這個時候 哎呀 好美 又沒有球得雙鋼 四球員中方 武道有偶 四個外籍的球員 本章是捉到龍 但這球正在 有這麼長的力度 換句話說 跟著 這個球 進入 和虎大埔 就可以進級了 所以這個球會有壓力 不是說對門將 而是說對射的那個 鵬哲英 面對著全場球迷的 但是鵬哲英 心理壓力有多大 沒得談的了 陳文輝搞定 哎呀 差點 看到鵬哲英 其實呢 鵬哲英 在鵬哲英的階段 被阿新祖印了腳都很厲害的了 但不能說 落了摩打是要你射 腳痛點要你射的了 那些球員都算得美了 雖然不只要衝望頂 但是有些向上衝 加上有角度 所以搞到 曾文輝捉到路 都沒辦法挽救 好了 可不可以五球全中呢 這球進來就不用想 而是新祖 好了 新祖 看你了 今天這十月下 全部都是拿邊 沒有人射中間 關鍵足球 新祖 好 搞定 競足的時刻到了 今天 英雄不是新祖 但是不止他一個 大埔 全隊上限都非常努力的 結果他們是戶四十二包 比三擊敗 黎明體育會 成功晉級 無論如何對 鵬哲大埔 他們是粉絲 甚至當然是 球職球員 能夠晉身 亞協會 小組賽的階段 對他們足球的 凌晨來說 都可以說是一個 相當值得 紀念的一日